殭屍危机爆发 西部小镇危在旦夕 而咱们的小镇居民还在富裕完抗 有的人提个祖穿的火药枪就上了 还有这位大姐看似黄的一匹 死者冷静的可怕 一发子弹下去 殭屍瞬间倒地 啊 还有这等憨疲 把格林机枪都给扛了上来 看吧 他卡住了 看来这危险的模式 需要一位真正的英雄 而我 西部第一块枪手 只要我还在 殭屍就别想闯进来 来来来 我手拿四把枪 子弹从天而降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手抽筋了兄弟们 咱们西部第一神强手都变成了殭屍 说说我觉得你这样打很危险 不要掉下去了大姐 你这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 大姐成功加入殭屍队伍 就在这个时候 一位英雄登场了 他头上戴着防毒面具 手上拿着什么玩意儿 啊这是喷火枪嘛 他悄无声息的走上去 殭屍还没反应过来啊 就被火焰给包裹了 怎么还有个僵尸马呀兄弟们 话说用这喷火器打僵尸 当然是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漠视英雄 怎么会用这么低级的手段 而这才是真正的英雄 你看他手上提着两把会动的大刀 浑身还闪闪发光的 背上还背着一个电视机 感觉是个很厉害的角色 来吧让哥看看你的死脸 他居然还会瞬移啊兄弟们 他会召唤一个分身 然后0.1秒后 瞬移到分身的位置 这个技能着实有点帅气 哇这有点炫酷啊兄弟们 每次瞬移都会刀死一个僵尸 不过我感觉这家伙有点不适合打群架呀 你看这就梗屁了 但是你们看到这个摄像头的图标 你们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但是你们都猜错了 其实这是一个手提着摄像机的人 我这摄像机在他手上 怎么有点像加特领呢 哦原来他的技能就是光污染啊兄弟们 直接把人给招死球了 哎呦哎呦 说实话有点爽啊兄弟们 其实这东西就像紫外线一样 能够瞬间消灭僵尸病毒 他来了他来了 其实他才是西部第一神枪手 你们就看他这造型啊 你们觉得帅不帅吗 非常的帅气 我去 原来一个真正的枪手 枪都是一次性的 不过他这样也太过分了吧 不要前四的 来我们来操作一手 因为这个角色的技能确实有点帅气啊 我们先来个小小的走位 直接开启大招 我大招 我鼠边点的越快打的越快 我直接转起来了 转转转assung 你看我这疯狂转 是不是 有点东西啊兄弟们